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回国担任隔魁 苏正昌第一时间找其政院三长 苏迈沛加上行政资历丰富的李孟业 连一度坚持走人 在脸书发文说要回到民间的郑力军 都决定留下来继续打拼 除了因为脸书有诸多留言 拜托他不要走 也因为苏正昌连日来三度肯谈 确实院长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心力 那么跟他沟通 我想有感动到政部长 提马装身带历练 苏正昌延览林佳龙接任交通部长 陈良基续任科技部长 环保署长一位 由副署长张子敬深任 农委会主委也由陈吉仲贞除 教育部则市长潘文忠回锅接掌 请潘文忠部长能够重新的出马 最快可以上手 最快可以把教育的政策做无缝接轨 为求稳定八名政委全数留任 补强财经实力 新增的财经政委 由经经部次长龚明星升任 涉及总统权限的外交国防 人士通通不变 捡取袖子 回应民意 接上地区 减少新人上手的摸索旗 苏仁昌要带死新内阁 力求无缝接轨 也让大家再次见识到苏仁昌冲冲冲的个性 三段新闻 吴神冰 战安静 二七小组 特别不得